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面包是一种很有魔法的东西 它会因为你揉搓的手法 加入的材料 烘烤的时间 耳千变万化 我没想到 有一天 我的人生也会和面包融为一体 老婆 谢谢你 让我的人生像一块全卖面包 老婆谢谢你 让我的人生像一块全卖面包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被制线人 妻子刘兰 欢迎你 主持人好 三位嘉宾好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刘兰 今年33岁 来自江苏苏州 欢迎您请坐 今天丈夫为什么要来感谢你呢 我们结婚在一起有十年 然后大部分的日子 都是在苦日子里面摸盘滚打 我们的日子就像全卖面包一样 刚开始吃起来那种口感 有点干涉 甚至难以下咽 但是呢 我们会在这种苦日子里面 学会甜 学会制造快乐 就像咀嚼过的全卖面包 我们生活的苦与甜 在一起产生了回甘 你应该是那个 能给日子里带来甜的 对 那个很重要的人 好吧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制线人 战俘王向阳 主持人好 三位嘉宾好 大家好 我是王向阳 今年34岁 来自江苏苏州 欢迎您请坐 今天为什么要感谢妻子呀 在遇到她之前 我的生活就像是一块 没有做好的面包 只有苦 没有甜 遇到她之后 她就像是 一个巧手的师傅 使我的生活 就像夹了馅的面包 苦中有甜 跟我们说说吧 为什么在遇到她之前 这日子只有苦呢 我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记得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011年 我的父亲突然间查出肿瘤 没有过几个月的时间 就离开了我们 家里面还有一个叔叔 他精神不太正常 需要我母亲30年如一日的照顾 于是家里面的重担 几乎都交到了我的头上 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在读书 都需要学费 生活费 因为我刚毕业 我一个人 就是到一个 电器的批发市场里面去工作 就是自己骑着一个三轮车 然后把电器 然后送到每一个的物流点 在忙的时候 还要一个人 扛着四五十斤的 那个吸油烟机 然后马到仓库里面 去给它马好了 生活非常的辛苦 直到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的出现 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生活日子很难 但是你遇到了他 是的 你们是怎么相遇的呢 我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 因为我比他小一岁 我的大学同学 是他的高中同学 那个时候我在学校 也是跟别人 现在看来就是跟别人 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自己一直比较内向 朋友也很 之后 大概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来到了济南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 当时我还在工作 那个时候他刚好毕业 准备要实习 然后我就去济南 看了他 他当时的时候 跟朋友住的是 300块钱一间的小房子 只可以放得下一张床 但是我去了之后 他就住了一个 800块钱的一个房子 就是非常的奢侈 当时的时候 就是想着 这个男人 他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 就更加坚定 你要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是吗 对 是的 那后来你们就在济南吗 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我实习就是相当于 假期去看了他 后来等到 等到我毕业的时候 然后呢 因为我们两个人 都是江苏这边的 然后老公也说 上有天堂 下有书航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苏州 然后就在苏州这边的工作了 到苏州工作 你还试用吗 试个什么情况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确实挺辛苦的 我刚到公司的时候 赶上公司正好忙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是在仓库里面干活 每天都是灰头土脸的 有的时候最晚的时候 到家都要一点多钟 你那时候一个月 能挣多少钱呀 那个时候一个月 只有两千块钱 那个时候 你们两个人 已经确定关系 然后彼此家里 也都知道了 是吗 对的 见过双方父母了吗 当时的时候 我是先去他家里面的 他家里面 那个实际的情况 就是 我非常难以想象 就是那个 他爸妈那个年龄 那个时候结婚的房子 就是非常非常的老 然后比我出生的时候 那个房子还要小 还要救 那个地都是那个泥土的地 估计他们家那个房子 就是他们村上 最差的一个房子 但即便这样 你还决定要跟着他 对 因为我已经选择了他 并且在他的能力范围里 他一直在给我追好的 他其实非常担心 我的父母 不能够接受他 当时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没关系 我说你要给我 足够的自信 让我去说服我的父母 相信我们两个人 可以在一起 当时 正好赶上过年的时候 他邀请我到他的家里 他的父母 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 准备了一桌子的菜 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就是他们对我说 其实当时 那个时候 我是有些自卑的 因为家庭特殊的环境 以及没有那么 刚开始工作 没有那么高的薪资 但是他的父母对我说 未来的生活 靠你们自己去打拼 你现在的工资 只是现在的 能不能在一起 靠你们自己 那个时候 我就坚定了信心 希望我们能够 走到一起 能够在一起 所以 有了他父母对你的信任 你愿意为了你们的未来 吃再多的苦 你都觉得值得 是的 你得到了老板的认可没有 得到了认可 那个时候 其他人都回去了 而我留在了公司 一直到晚上九点十点 当发现有其他同事 在加班的时候 只要是跟我相关的工作 我都愿意留下来 和他们去学习 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老板看到了之后 对我也认可 当时就交了一个店铺 给我来管理 交给你 让你自己来运营一个店铺 是的 那个时候是要 打算在苏州定居 对吧 对的 买房子置地没 有这样的计划 但是说实话 也要面对现实 当时虽然得到了老板的认可 但是我的工资 也只有三四千块钱 可能仅仅够还房贷 我们在刚到苏州的时候 我们租过几个房子 都是和别人合租的 都是租的那种毛坯房 我清楚地记得 第一个毛坯房 它是一个阁楼 就是没有那种 其他的什么家具 只有一张床 洗澡那些都没有地方洗 就是比如说夏天 它只能用烧一点点 用那个热水瓶 烧一点点水 然后给冲一下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下雨天 它那个厨房 那个下水的那个地方 它都会爬上 很多很多的小虫子 这个时候呢 我就特别特别地 渴望能有自己的 一个小房子 然后呢 我就跟它提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 也有好多的都在 就是看房买房 后来我就想 那我们能不能 买一个小房子 然后买得远一点 没关系 我们可以坐公交 哪怕坐两个小时 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至少自己 有一个小家了 后来跟它提出来了 其实我可以看得出 它当时的一个内心 它其实是想让我等一等 但是我又不想等 因为那时候的话 大概算了一下 我们那个时候 如果买得远一点的话 就可以大概是 一套房子的话 大概是七十几万 然后我们付一个首付的话 就会要付二十万 然后我当时的时候 就是因为 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是也 能够还得起房贷了 那首付能付得起吗 对 就是首付付不起 是的 后来呢 因为那个时候 跟家里面 妈妈有个亲亲号码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聊天 后来我就把 白天的这个想法呢 就告诉了妈妈 然后妈妈就说 我借给你 所以最终是妈妈拿钱 借给你们 对 通常交了首付 就算是自己 有了自己的小窝 那个时候应该是非常高兴的 生活有奔头了 是的 对吧 我们买了房子之后 每周空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会一起去 看看房子的进度 那个时候还是特别的开心的 那是一个七房是吧 对的 要两年才能拿到 因为小区 它是一桩一桩开始建的 建到我们那桩的时候 还没有完工 但是我们之前的时候 我们都在马路上面看 后来有一天 有一个周末 然后我们两个人 就顺着那个泥土踩过去 然后我们就自己爬着楼梯 爬到了我们当时12楼 12楼 对 当时的时候 因为它还没有门牌号 就是找 不知道是哪一桩 是我们家 然后我们就自己找 找看那个图纸 对着那个图 然后一个一个地找 因为那个时候 它还是那个砖墙 给它砌起来的 没有办法 就是只有一个 工人施工的一个小洞 我们可以砖过去 突然间一下子 找到了那个房子 看到那个卧室就想着 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家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希望 终于不用再像 在合租房的时候那种 每一个卧室里面 既做饭 还有吃饭 还有桌子 什么都是放在一个房间里面 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了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规划 规划这个屋子怎么来摆 这个屋子怎么来设计 是的 向阳你那个时候 不是已经开始自己能够运营店铺了 是的 后来又升职没有 干得怎么样 在公司里面工作了两年之后 我从一名小小的助理 做到了总监 薪资从原来的两千 到了一万多 生活也慢慢地变好了 让这个小家庭也充满了希望 但是没过多久 公司传来消息 这个时候公司经营上出了问题 在这个时候 我又不得不选择了离职 但在这个时候 公司有一名副总 他比较认可我的能力 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创业 当时他跟我讲 自己要先准备40万 你们合伙创业想要干什么呢 我们准备想做的是跨境电商 40万 那对于你们这个小家来说 应该挺难的吧 你们有这个钱吗 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一下子陷入了焦虑之中 这个时候 然后还是 我的妻子又帮我 解决了燃眉之急 他怎么给你解决了燃眉之急啊 是15年的时候 正好呢 家里面老家 那时候是拆迁 然后呢 家里面妈妈呢 给留了一套房 那个时候房子呢 大概十万多块钱 我当时就跟妈妈说了 我说 他被迫离子了 正好是有负重 也向我们抛出了这个橄榄子 动了拆迁款 是这意思吗 因为他需要有40万的投资 要创业 所以你做通了妈妈的工作 是的 一共拿了多少钱 10万多一点 拿了10万多一点来支持你 是的 支持你投入到你的这个项目当中 所以老板也允许你分期投 一下拿不出40万来 咱们一点一点的投 是的 就是每次然后出10万 嗯 干得怎么样 我们亏了很多 亏钱了 亏了200万 亏了200万 对了 因为是和别人合伙去做的 我自己是出40万 嗯 只不过是分期去出 嗯 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焦虑 我一度就是头经常的疼 有一天的时候 我吃过饭之后 没事 然后站在体重秤上 称一个体重 突然间一下 我看不清了体重 上面体重秤上面的数字 出意外了 嗯 我的妻子就把我拉进了房间 当时就说 快快我们去医院 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当时是坐着公交去的 我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我看到窗外的树木 都是模糊的影子 到了医院之后 医生当时让我测了一下眼压 因为当时是我的视力看不清 嗯 看完之后 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小伙子啊 你是我今天看的最重的一个病人 当时立马是给我们开了急诊 我没有想到自己是这么的严重 嗯 在电梯里面的一刹那 我想着是不是我脑子里面长了肿瘤 会不会像我的父亲一样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就离开人世 我看着我的妻子 我们虽然是领了证 但是至今 当时没有给他 连一次 酒席都没有办 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对妻子有很多的亏欠 是的 最后确诊的是什么 就是当时的时候拿到的化验单就是 上面写的是 气肝900多 然后尿酸也是高于普通人的几十倍 但是它上面没有具体的写到尿毒症 当时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抱有一点点气 就是一点点小的一个幻想的 嗯 我就想着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嗯 我也没有跟他说 就是当时的时候因为他就是量出来的血压特别的高 他的低压是别人的高压 当时的时候他量的是高压是200 低压就是要有180 谁最后告诉你们确诊他到底是什么病呢 一星期一的时候 然后 大夫来了 大夫来了 对 确诊是什么 就是肾内科的医生 他当时的时候第一句话问我 多大了 有没有孩子 我说没有 然后医生可能也当时看出了我的焦虑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再检查检查看看 现在因为都懂了 当时的时候医生其实已经在暗示我再说了 确诊是什么 尿毒症 你知道是尿毒症之后什么样的心情 我其实没有告诉他 以前的时候在我的心里面 他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一直在给我力量 而且他工作上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一个人 嗯 其实他当时的时候 一下子其实他被打击的 他根本一点点精神都没有 我根本就没办法跟他开口说这个事情 我是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咱们先治病 对吧 住院嘛 要回家拿洗漱用品 我自己就记得 走在那个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刚装修好 住进了新房 我就想到 刚刚住好的新房 这里一切都将不属于我了 我要把房子卖掉了 给他治病 那时候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是吧 对 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把房子卖了 给他治病 我说我们 大不了我们继续在外面住一个小房子 但是只要他在 我们的小家就在 然后那个时候 他开始治疗 都用了哪些方式来治疗呀 就得尿毒症的病人 他就是有三种方式 一种就是抚膜透析 还有一种就是血液透析 嗯 还有一种就是肾移植 其实当时我们自己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好 医生就说 那你这个情况的话 你就选择抚膜透析吧 嗯 在家里面还可以坐一坐 然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上班 然后就选择了这个抚膜透析的这个方式 嗯 从16年 然后透析了有三年的一个时间 在住院期间 他一直在陪伴我 给我树立信心 直到在医院住了20多天的时候 我们回到家里面 他继续到公司里面去上班 这个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每天 每隔三到四个小时 要把这透析叶有四斤多的水 放到肚子里面 就是在肚子上 然后有一根管子 隔四个小时的时候 还要把这个水给它放出来 如果放出来的这个水 小于放进去的这个水 它就像一个容器一样 里面有一根管子 那个管子 如果没有伸到底部的时候 里面的水它是没办法出来的 在这个时候 我就会默默地从家里面 因为家里面那个楼梯 一共是18层 我就从一楼来回地爬到18楼 来回地爬 特别地累 特别地辛苦 而且只有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还要继续去透析 所以也出不了远门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 隆中的鸟一样 对生活 一下子失去了信心 那时候 你又对妻子提出了要分开 是吗 对的 我不想把它 像我一样的困在隆中 在那天晚上睡觉之前 敲醒 因为 幻生其实是 在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有跟我们说过这个情况 然后也一直打听 包括在好多地方也有去排队 因为它透析了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因为抚膜透析就是我们的人体的抚膜 它是不可能一直用的 它就是比如说它有使用的次数的 夏天它感染了抚膜炎 抚膜感染了之后 心脏 我的心脏就有一些肿大 它会牵扯到身体的其他器官 所以不能再做这个抚膜透析了 是的 如果再做这个抚膜透析 可能就会威胁到你的生命 对的 所以那个时候更加坚定 我们要做一个肾的移植 是的 嗯 什么时候患的肾 应该是18年的下半年 然后那天就是碰到了一个病友 然后她就告诉我 烟台那边有这种情况 可能会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买了机票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去的 后来我妈妈实在不放心 然后让我爸爸跟着我去了 然后一点钟左右我们坐了一个车 坐到了那个医院 医院的医生他在做手术 然后让我们等 我们就一直等 等到了下午15点钟 然后医生就把我们拉进他的办公室 第一句话就问到了我 说你怕不怕 他说做这个手术 有可能手术台都下不来 我跟医生说 我说我老公他现在心脏已经有点水肿 我说如果再不 妻子对待我们这个家庭 是的 其实我创业的这两年 还了当时然后200万的那个亏损 然后自己呢通过努力也还了当时我的岳父岳母借的买房的钱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直在治疗 但是你对于你的事业也没有放松过 对 没有放弃过是吧 是的 我一直在努力 因为当时还要有两个月的时间 在医院要来回的复查 我每天就是和我的妻子在医院的周边散步 有一天散步的路上 我的妻子对我说 要不我们去黄鹤楼走一走吧 那一天我们就来到了黄鹤楼 我抬头仰视着周边 一侧是长江 一侧下面是绿绿匆匆的树木 就感觉人生一下重燃了希望 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 我的合伙人跟我说 要不我们再做一点其他的吧 我因为经历了这几年的生病之后 本身因为我们是做面包的 那我想一定要做一点健康的食品 对健康有帮助的 健康的面包 当时做这款面包的时候 是因为之前做的面包 它是全卖的那种土食类型的 然后吃起来的话粗糙 很难让它坚持下来 后来我们就商量做回老本行 那我们就怎么把健康的面包做的好吃一点 把好吃的面包做的健康一点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开始选粉 因为面粉本身的话 有些面粉它适合做包子 馒头 有些面粉它适合做面条 然后我们就选了一款 全卖的石膜的一个面粉 小麦呢是分为 腹皮 胚乳 胚芽 它是整颗麦子研磨 所以它完整的保留了一个小麦的胚芽 它呢也就是保留了小麦 麦子营养最集中的一个部位 但是当时的时候 合计了一下成本 它跟普通的面包相差三倍多 怎么办 老公说贵就贵一点吧 因为我们之前包括做手术 在生病之前 我们也获得了社会对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帮助 贵就贵一点 我们就少赚一点点 然后粉我们就选择了 用比较贵一点的全卖粉 因为之前我们平时那个普通的那个全卖面包吃起来呢 它会比较的偏干偏硬 那我们就想着怎么样把这个面包能够做得松软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结合自己之前的一些小小的一个经验 然后用低温发酵的方式 大概要发酵17个小时 我们采用那个时间换美味 普通的面包可能做出来的话 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做出一个面包了 但是我们愿意就是相当于每次做面包之前 都是要前一天把面团放在冷藏里面低温发酵 其实光看图片就好像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意义上面的这些粗凉面包的概念 今天我们也把面包带到了现场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先尝一尝 好吗 来 这面包里面这个中间还加心呢 是吧 因为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我们想苦中加一点甜 那我们就想着把它里面加一点内馅 我们为什么想到要用干烙呢 因为干烙它是一公斤的干烙 它要用十公斤的牛奶浓缩起来的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是牛奶的十倍 因为干烙又被称为奶黄金嘛 营养价值好 然后作为老人小孩的话都比较的适宜 嗯 说说口感吧 这都吃的还挺高兴是吧 这都快吃完了嘛白老师 我觉得挺香甜的 嗯 面包本身是有那种全麦的那个香味 对 然后奶香十足 是的 而蛋又不是很甜 对 它这个里面糖也有一点讲究 我们选用的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带糖 就是赤咸糖醇 因为我们现在膳食营养指南里面呢 我们每个人的话糖分的摄入 我们大概在30克左右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这款相当于是一个零卡糖 它基本的不参与人体的一个糖代谢 而且呢它可以被人体直接就可以排除了 嗯 就连小孩子吃了它都不会住呀 嗯 子鹿你尝着怎么样 全麦面包本身应该有的那种颗粒感很足 香味也有 而且最喜欢的就是我吃到最后了 嗯 这个干烙的馅都还有 嗯 它不是只有一点点整个面包都有 对 就让我觉得特别满足 对 其实你看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粗凉面包 是吧 但是粗凉一点都不粗 不拉嗓子 有很多面包是虽然有营养 这个但是不好吃 这一点挺可怕的 是吧 对 我们更希望有营养的东西 我们吃起来能够觉得很舒服 包括它的味道口感 是我们都愿意坚持吃下去的 是的 这点很厉害 嗯 跟我们说说吧 现在咱们这个销量怎么样 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已经卖了三百多万个 年销售超过这一款超过一千多万 好厉害呀 啊 那么此刻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 谢谢你来了直播间 那么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 大家可以去选购 应该说重新获得健康之后 你们收获了很多的幸福 我们的女儿是2022年的时候出生了 生活也多了一些甜 听到她们的这个故事之后 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面包真的觉得很香甜 但是我不知道向阳和小兰 对自己今天的讲述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的感觉真的就是严肃 哎呦我在想这么严肃 为什么呢 这么好吃的面包 我想其实你们太害怕是 向阳 咱们别一说你们俩的故事 就特别苦 说我们过的日子太苦了 是 我能看到你们的苦 大家都能看到 但是就像你们做的这个全麦面包一样 这全麦面包不是吃起来 它最开始口感不是那么好吗 但你们不是中间给它加甜鲜了吗 所以你们的生活是 它是很苦 但它甜的地方有哪些 有第一 你们俩相遇了 多好的缘分呢 愿意一起吃苦 不希望找家里要钱 不希望有什么靠山 朝着买一个小房子的目标 共同地去奋斗 但是就是那样的日子 你们也觉得特别有盼头 遇到同类的人 共同奋斗 它就是一种幸福 这是第一 第二 圣缘来了 有多少人排着队等那个圣缘 你们等来了 成功了 幸运不是接踵而至了吗 所以向阳 当别人在问你的故事的时候 你别说我们过得太苦了 你说虽然苦 但是就像我们的全麦面包一样 你只要一口一口的品 你吃到最后 留在嘴里的全是回甘 全是甜味 希望你们的全麦面包 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尝到 你们的故事 有更多人 能够真正感受到里面 带给他们的力量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你们俩是无比强大的两个人 特别符合中国式的强大 不善表达 内敛 中国人你知道 牛的地方 就是你们俩这种状态 扛事啊 打不死的小强 打倒了再起来 打倒了再起来 命运向你们低头了 创业不错吧 尿毒中 我爹就没等到生源 你看你等等吧 最难的关都已经闯过去了 珍惜这一切吧 好的食品 必须带着一样东西上路 跟我们见面 这东西就叫爱 他们的面包是带着爱做出来的 愿全天下所有有爱的人都勇敢 愿所有有爱且勇敢的人都能活得好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们 谢谢你来了 老婆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在我困难的时候选择我 谢谢你在我生病的时候不离不弃 谢谢你在我创业的时候默默支持 老公没关系的 我们两个人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我们要带着自己的良心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我们带着自己的爱去做我们的面包 祝福你们 向阳也准备了一份礼物 来 我一样生过病的病友们 未来也能够走出阴霾 生活也能够坚定信心 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 相信你们带着这一份感恩 能够把健康的产品做得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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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美女 儿 都要对生活充满信心 风雨过后 会有彩虹 让我们相信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你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